我觉得这期视频也太敷衍了吧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收到花友们送来的这个礼物 这个也是花友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然后呢不知道是什么 句话是吃的 这个叫什么叫 陕西的面豆 哇 我就想知道你掩得上吗 让我牙头不好 搞错了 再来 总有花友问我 月季怎么养 然后呢花友给我寄过来一个蓝色风暴 今天呢咱们连开箱 加记养加的一个养护都给大家逗逗一下 月季花友的话说老花你怎么不卖月季 又有的话说老花你怎么 对讲解月季的时候怎么那么不懂啊 不是说我们不懂是月季呢是非常 皮实和好养的咱们之前也做过不少期 已经做过很多期了 月季花呢是一个点成了喜羊的 然后来的时候可能还带了一个 花包是吧 掉了 掉了就掉了 这个没事无所谓 收到的是一个根球的看一下这个土哈 这个土呢用的也是营养土 用的是这种腐质土 也还可以也还不错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接给它入盆就行了养护贼简单这种东西有啥难的吗 月季呢是非常皮实和好养的 第一步找个花盆只要排水透击就行 从地上随便扒了一些土 虽然说我是随便扒了但是我这一个土都是 有很多的颗粒 有烟头也不要紧 月季那么难养月季难养的啥月季最好养了 这个都不需要 你我就让你们知道月季有多皮实就完了 在我们山东地区 种月季花是没有压力的 没有压力可言 很难 月季好难养 难就是难在你们没有光照 难就是难在你们那边阴雨蓝天 难就是难在你们通风不好 难就是难在你们天天浇水 生云叶加两滴 你像这种 换盆的时候啊 担心它不服盆啊这那那的 随便来两滴 就从地上扒了点这种破沙子土 就讲月季花就这么简单 很难吗 接下来呢喝一遍透水 这一遍水呢叫醒根水 之后呢 给出光照 就完事了 养月季这么难吗 就这样给出光照就行了 月季花对土的要求不高 但是呢是对于光照的要求特别高 如果说没有光照没有光照是不可以的 有的话说月季要是强光暴晒 也会怎么怎么怎么做 那是你没给它晒习惯 月季是可以强光暴晒的这个并不怕 但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它呈现的状态会不是特别棒 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它有那种狠挖晒的状态的话呢 夏季略微的遮阴是会更好 第二个呢就浇水不干你就别老浇它 通风一定要好 你通风不好光照不行 浇水你天天浇 这玩死可快了 架喝洗去 在我们山东地区4号国家里 地灾都可以 然后呢咱们这么换盆之后呢 就把它放到木箱这一块就行了 木箱了 强威了 月季了 这一块养的 你看 这个木箱来了 不也长得挺好吗 现在 我修剪完以后长新牙子了 其实这个也可以给它剪掉 你知道吗 我就不剪了 那自己长得就行了 就这么立吧 月季的养护功率难吗 不难 然后呢过上半个月左右再给它施肥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用空施肥 别的没啥 就这么简单 蓝色风波怎么养 你家里边有光照吗 没有光照你想到我交给你怎么样 我怎么交 家里通风好吗 交水行吗 用土用肥没要求 你不怕冷 这个东西 冬天的时候咱挖个坑给它买起来都行 就就扔到咱那个通道里边 要约你好难要约你好难 我老花一仰花就在一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